我们就是比照台湾高铁的BOT 就是BOT政府零出资 从头到尾民进党讲的两兆就是诈骗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宽奇 这语气听起来很不开心 因为提出花东三大交通法案 强调不需政府出资零成本 却被绿营批评是两兆乾坑 所有的台湾人不是只有花东人而已 都在走这条路 是不是难道会让我们所有的国民 暴露在高度的风险当中 花东三法包含环岛高铁建设 花东快速公路建设 以及国道六号东沿 程序已出委员会等待院会二三读 尽管副宽奇同意处理原则 不举债不设立基金 不编列特别预算不债留子孙 喊出要在七月十六号会期结束前完成三读 绿营表面高喊要阻挡法律 私底下似乎有不同看法 柯建民就是希望 五月十七号不要排国会改革的 这个法案的审查 在院会 希望是以这个花东两项交通建设 先来做院会的处理 这是公开的行贿 副宽奇爆料 民进党大碗两面手法 将法案作为政治筹码 甚至喊话民众党科文者 只要不支持花东三法 大家都能坐下来谈 我们会寻求各种可能跟民众党合作 你说这个花东的三案 您当初用胡贵扩权法案 乱讲一讲 那时候是因为国会扩权法案 我们要求其他都没有写张 所以我说那我们先来处理 花东这个三案 先让桥人比较少 先强看看 令院朝野下一波攻防 花东三法将成为焦点 就怕绿白联手 蓝营内也有声音 认为应该在讨论 拟好各种应对方案 讨论有共识之前 应该不会付出标权 蓝营暂缓执行 但可以确定相关应案 未来也将成为朝野攻防脚点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